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阎松的眼光和智慧 就算不明说也会看得明白 只要有了答案 一晚上的时间足够阎松准备出对策来应对第二天的朝堂会议 不至于抓瞎 这样在二人中间坐梗 就不怕第二天老爸在会议上翻车吗 其实阎师藩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想利用这次毁滴事件换掉胡宗宪 只是这方法用的比较low 阻止二人见面 就是为了破坏胡宗宪在严松心中的信任度 让严松在战略上放弃胡宗宪 迫使胡宗宪辞职 换上自己的人来继续政策的推行 让严松生疑已经完成了 那么现在就可以逼胡宗宪辞职了 看样子 你是执意要将那份贡状交给豫王作为改换门庭的见面礼了 你可以用这个心思夺天下人 但不可以用这个心思夺胡宗宪 胡宗宪这会儿也大概明白了阎师藩来干嘛的 懒得跟他吵 聪明人都懂一个道理 就是别跟傻子吵架 因为这样做 傻子会给聪明人拽到他的领域里 用他丰富的战斗经验打败你 说的这两句话意思也是很明白 第一句是告诉严世藩 我没头欲王 你爱信不信 第二句话是告诉他 你爹都81了 你可少给他惹点事吧 严世藩听完更生气了 你都要背叛我们爷俩了 怎么还可以这么刀貌安然的说话呢 于是 这一张是我自己赏我自己的 我们父子俩怎么都瞎了眼 派了你这么个人到那么重要的地方 去做封疆大力 胡宗宪懵了 小哥佬你这是唱哪出啊 来我这碰瓷吗 牙要是打掉了 出去跟别人说是我打的 我这跳黄鹅也洗不清啊 鹅人也没这么鹅的啊 你要干啥你快点说吧 什么我都答应你 严世藩暗暗一笑 哼 小鸭上套了吧 那好 辞诚我已经带你拟好了 你自己照着抄吧 胡宗宪懵没办法 只能照做 这一夜 无论胡宗宪 豫王还是严嵩 都注定无眠 因为明天的会议 会决定很多人的生死 重头戏来了 明朝嘉靖控股有限公司 召开第二次董事会 参议会的由 太子候选人豫王 内阁首府严嵩 执政总督胡宗宪 这次董事长嘉靖 不挂帘旁听了 因为必须要出面 而且从这态度上能看出来 他非常认真 很难得的认真 会议开始之前 我们捋一捋 各方势力 对毁低烟田事件的了解程度 首先 嘉靖通过杨金水的汇报 已经知道了 严实帆是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但嘉靖不知道 胡宗宪手里的 马宁远的认罪书里 有没有提到严实帆 如果提到了 就要把这件事尽量压下去 因为现阶段 他还需要严实帆给他赚钱 第二 严松已经知道了 儿子干的好事 本来他是有机会 知道胡宗宪手里的 那份认罪书的内容的 可是通过严实帆的努力 最终没有得到相关信息 第三 因为毁低之前 胡宗宪打发走了谭伦 所以这件事 豫王什么都不知道 信息都是靠猜的 没有证据 好了 大家注意到了吧 三方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不知道 胡宗宪手里 那份认罪书的内容 也就是说 这份认罪书 是决定整个会议走向的关键 会议开始 由董事长嘉静首先提问 一个四品的支付 一个四品的河道监管 两个客家正途的支线 你举手就杀了 好气魄 回皇上 以大明律法 捡主修河道的官员 河堤师修 酿成灾害 等同丢成弃地 胡宗宪果然聪明 回答的可谓滴水不漏 他虽然是总督职 有生杀权 但是这个权力 面对的是军队 地方政府官员 他是无权处理的 而胡宗宪说 河堤师修酿成灾祸 等同丢成弃地 把政务变成了军务 这样杀人就没毛病了 第一个问题顺利通过 随后嘉静问了第二个问题 可不可以先奏紧朝天 然后一律正法 回皇上 当然也可以 这就有文章了 在真的记忆里 你是个谨慎的女 可这一次不但先斩后奏 而且杀的既有小哥老的人 也有吕公公的人 怎么 你就不怕他们给你小鞋穿 这个问题的难度就上来了 朝堂中 三方大佬派去地方的人 你一眨眼杀了两方呢 既然可以请示后再动手 为什么要先斩后奏呢 你是不是想替某些人掩盖什么事情啊 严松一听 这问题是冲自己来了 马上抢答 大明朝所有的官员 都是朝廷的人 嘉静一听 叭唧叭唧嘴 嗯 是这么个味儿 这个问题没难到你 那我就换一个吧 王国家 他 樱沉 他 我 你 你 时不久 谈不上什么剑术 有剑术也不一定 非要在阵前 斩将夺旗 敢为天下先 还不是有剑术 吾有三德 也辞 也减 也不敢为天下先 刺不刺剑 问题是冲着豫王问的 但是针对的是严党 这里插一句 这可无有三德 从家境嘴里说出来 他真是惊着我了 约辞 两年不见自己亲儿子 为了一己私欲 可以牺牲百姓 嗯 够辞 约简 修个宫殿 只用了几百万两银子 嗯 确实够简 只有这最后一个 不敢为天下先 算是沾点边 毕竟历史上的昏君 不止他一个 所以说 一般人真当不了皇帝 因为需要过硬的 心理素质 以及不要脸的精神 回到正题 这句话就是在点严松 你儿子牛逼啊 鬼滴烟田 这种事都敢干 后生可畏 胡宗献一看 家境在点自己老师 马上把话截了过去 蒙皇上不弃 为封将之重任 但既为封将 则臣一切之所为 除了听皇上的 听朝廷的 绝不听他人指使 也不会有任何人 能左右臣之本意 至于此次 未能推行改道为丧之国策 又在臣之任地 发了这么大的水灾 一切罪责 归根结缘 都是臣一人之过 这是臣 请求革职的辞呈 请皇上 胜转 从胡宗献的这一席话后 严松就彻底明白了 胡宗献的立场 自己的学生 并没有背叛自己 长长地输了口气 也暗自生气 既然没背叛自己 为什么前夜不来找自己呢 于是偏过头去 家境也在生闷气 你老师的人 给你逼成这样的 你还护着他 发了句牢骚 听到没有 胡宗献在为谭伦开拓呢 你起来吧 是 真像你说的那样 何帝师兄等同丢成弃地 其扰乱了朝廷 改道为丧的国策 如果要治你的罪 割职就完了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请皇上圣采 我再问你 新安江河地是去年刚刚修好的 换了朝廷两百五十万两银子 一场大水便滴塌成灾 实现你就没有一点觉察吗 臣也曾巡视过河地 但未发现隐患 是臣失察之中 只是失察吗 是不是河地失修 臣这里有新安江河道总管 马宁远和协办官员 常博熙 长之良三人之共壮 关键点来了 三方最关心的东西出现了 只是严嵩已经知道了胡宗宪的态度 他相信胡宗宪手里的东西 已经对自己够不成威胁了 所以稳得一匹 丝毫不慌 嘉靖结果一看 此时内心一定充满了这种动物 里面一句毁地烟田的事没提 写的都是河地失修 我好不容易调整工作状态 开个会 会前又兵服又提神的 你就给我看这个 把大家都弄得紧张兮兮的认罪书 整了半天 就是一个想稀释宁人的道具 胡宗宪你真会玩啊 把我们几个都给玩了 气得家境牙痒痒 严格老 估计老严头因为一宿没睡 现在精神放松了 开始犯困 打了个盹 无论是真睡还是装睡 这一幕都气到家境了 立方 努必在 你知道这份公状里的 写的都是些什么吗 努必不知道 那朕就告诉你 写的都是河地失修的详情 去 把它送给严格老去看看 这时严松知道 毁地烟田的事情已经被胡宗宪盖过去了 干脆装瞎 自己什么都不做 也什么都不说就好 以免结外生枝 对于胡宗宪的瓷神 家境也表了态 你这是想撂挑子了 臣不敢 敢不敢 朕也不会让你撂挑子 你这个人啊 有两点朕还是知道的 你呢 能够十大体过大局 二十个实心用事 浙江和南直立都是朝廷的赋税重地 就冲着有那么多的倭寇在那儿 现在没有你也无人能够镇得住 胡宗宪是打心眼里不想干了 被三方势力夹在中间的感觉 真心不好受 不过家境还需要胡宗宪的军事能力 殴打日本鬼子 所以不可能放他走 臣以为让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的兼职 执任浙治总督一职 这样他既能够把握大局 又能够多出心思用在脚窝上 今年海上的商路必须要打通 制造局五十万匹丝绸的生意 一定要做成 这些事情责承胡宗宪尽力去办 这个建议就目前的情况看 对各方都是最好的安排 胡宗宪谢去正职 可以专心地去打日本鬼子 巡抚职可以安排引党的人上位 继续推行政策 为家境赚钱 有了工作要做 严嵩也就不再担心自己的地位了 皆大欢喜 让胡宗宪和内阁的人 好好译个法子 两难若能两顾总是好事 是 胡宗宪 你都听见了 回皇上 臣遵旨 臣知道你们难 臣也难 好 我们就都勉为其难吧 确实都挺难 胡宗宪难 难在关系的处理上 家境难 难在需要平衡潮举 所以怎么办呢 那就都勉为其难吧 本期结束之前 给这个受伤的欲望宝宝 一个特写 一直在罚战 根本没他什么事 弟弟心疼你三秒钟 不能再多了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 关注和关注 咱们下期见